前面出現了 我記住了 我第一次去WSOP的時候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WSOP的時候 而且那一年WSOP的最後 Final Table發牌員 然後曾經在 WILL 我其中一張比賽桌子上面 發到我們這張桌子 那一年的話 然後那個發牌人真的太漂亮了 真的嗎 對 而且我做他正對面 整場比賽真的看得我如痴如醉 然後身材又好 然後聲音又很甜美 然後發牌又發的特別好 難怪會發牌都太過 對啊 很熟練 然後在排桌上面也經常 就是特別nice 跟大家也會經常會有一些很愉快的交談 好 謝謝我們的朋友 你們認同我們就可以說下去 你們不認同我就準備馬上甩爬子不幹 非常非常強的 但是我可能會有很好的球 OK 我們現在回到排面 我們來繼續看這樣的一手牌 那David Peters是K10 洪星在大盲位 槍口位 Averado其實Open的Range還是有點寬 當然他是現在桌上的馬也比較多 他是有10萬 那Search Idol的話是4萬 是一個騎士馬量 那現在的話呢 4萬現在是一個50 40多個大盲 那其實在比賽裡面 你的籌碼量越多 通常都會開得比較多 會Open的Range會比平常 再鬆一點點 這也是蠻合理的 所以有時候你在桌上的時候 3B修服對手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觀察一下 對手籌碼到底有多少 那他是不是這時候會打比較緊 還是會打比較鬆 那你也可以取決於3B All In他的Range 沒錯 那為什麼長馬會打得很鬆呢 而且長馬可以打得很鬆呢 那很簡單 他比別人多一條命 只要他Cover對手 他就比對手多一條命 對手贏了 跟他All In 贏了 對手 他也不會被淘汰 然後但是對手輸了以後 對手就會被淘汰掉 那麼這個是對於錦標賽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信息 對手 是一個很重要的 好,Check,K2童話 那有個Fresh走出來咯 好,那我們現在看Alvarado還有David Peters 那我其實現在我非常欣賞和非常喜歡像David Peters 像Justin Bonomo,Steven Chikwick 他們這種打牌的時候的下注的節奏 因為他們整個節奏都非常的穩定 就整個人也非常的穩定 甚至你可以看到他就是砸眼的時候 他的頻率都非常的一致 他並不會是 我認為他們這些身體的習慣 可以說是專門去訓練出來的 對,應該是 專門去訓練出來的 讓有一個平衡在 對,那這樣的話呢 他們可以說像一塊石頭一樣坐在那裡 除了他砸眼以外 你看不到他有任何別的動作 那為了讓自己在排桌上面減少這種 不必要的馬腳 不必要的馬腳 然後包括迅速做動作 因為很多排手喜歡秒call,秒race等等 那這些的話呢 在我看來其實都是不好的習慣 因為我曾經以前在打牌的時候 我有很多這樣的一些動作 那造成的結果就是 因為你的思考不夠充分 會經常犯一些錯誤 那我後來我為了提醒自己 不再... OK,我們看回這個排面 再繼續跟大家聊這個問題 那Avarado在這個時候 拿到了一個Nuts通話 那可是他從頭到尾都在埋伏 他還沒有加住那個David Peter在turn 因為牌太大了 那David Peter現在在... 盒牌擊中了一個順子 盒牌擊中了一個順子 其實滿尷尬的 在1對1的狀況中一個順子 然後又是一個後門的順子 那Peter在盒牌應該是會做一個架直下注 是 欸?他選擇在這個時候過牌是什麼? 那他這個時候是要過牌跟住了 那他這個時候是要過牌跟住了 這時候他會不會再來一次Overband 剛剛Overband Bloff 那他其實... 遇到人家的Nuts 就是換他這次Nuts OK 那過牌以後對手下注8000 那在這個時候我認為過牌加注的理由 是可以說完全不成立了 OK 是標準的過牌跟住 哇 David Peter這把我覺得打得滿好的 如果是我可能就下注 然後被Race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就把他這個死拿來當成Bloff Catcher 我覺得這把真的是滿值得學習的 那我們現在鏡頭又換到 PoFu PoFu的桌 那還有我們的 對 就是我們剛剛的囊桌子 我現在要換回來 今天真的是滿精彩的 可以看到很多大神們的操作 哇 哇 哇 有可能會跟住嗎 那PoFu 這個時候他剩餘的馬量是43k 4萬3 那這時候加注完以後 在面對Dealer Button的 Steve O'Dayle的這個Race 在3Bet的話 呃 他是有可能會做一些激進動作的 那因為 Dealer Button的這個3Bet的話呢 他的Squeeze的痕跡還是滿明顯的 就是因為他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 Steve O'Dayle的3Bet 可能會3Bet很多的東西 有很多的AE和Blocker 都可能會在這個時候做3Bet 甚至 有些時候有一些大神會在這個時候3Bet會一些特別髒的牌 對 那這個時候 Oh PoFu 沒問題 果然 不出我所料 在這個時候直接Push 對 那 非常遺憾 45個大方 那我們只能寄望於 A圈在這個時候 能有 這邊只有6%了 6%的概率 如果是在短牌可能有30%吧 哈哈 好 那這個時候是只剩下2% 也就是RUNNERRUNNER兩張圈 或是RUNNERRUNNER順子 OK Join Dad PoFu被淘汰 那 Steve O'Dayle在這手牌過後的話 就從馬量去到了12萬 OK 10萬 那 那PoFu會不會來重買呢 那 我們在 聊天室 大家在向大亨提了個問題 就是說能講講小盲位子的Lim4 Limcore 和Lim3Bet的策略嗎 嗯 那 好 我們請大亨給大家分享一下 好 小盲喔 小盲Lim4 Limcore 跟Lim3Bet的策略 嗯 OK 我先講簡單一點好 就不用講那麼複雜 我在小盲 玩70%的牌 OK 70% 那 那70%是 大概多鬆呢 然後你要如何去分配你這 70%的Limcore Lim4 還有你所謂的Lim4 70%的牌 大概 呃 23到29銅花 36到39銅花 還有49銅花 這幾張 這些 這些 是我不會玩的牌 所有的銅花 我都會玩 那當然還有所有的對子 那 其他不同花 也是會玩蠻多的 反正我大概會玩70% 那 在這70%裡面呢 我會選擇一些牌來怎麼樣來做一些平衡 我會Limp我50%的牌 那 怎麼樣去選那50%呢 那簡單一點來講就是 我的70%裡面我35%會Limp 35%會Open 那 呃 那我要怎麼樣去選擇那35% 很簡單 你挑一個你喜歡的花色就好了 你挑一個你喜歡的花色 你看到那個花色只要看到一張 你就Limp 那你這樣子就讓你 你這樣就等於是你 剛好是一半 因為所有的組合這樣加起來 你只要看到一個花色 你選擇一個花色Limp的話 就剛好是一半 那 那如果你現在選擇一半之後 那你再從 呃 有一些牌應該選擇Limp 4 一些比較弱的牌 當然Limp 4就不用講了嘛 那 一些牌 你要Limp Raise 有一些牌 你要Limp Call 那這些 我覺得會有一部分取決於個人的喜好啦 那 可能 講太細了 我覺得這邊 也是沒有辦法講完 這可能要做個PowerPoint 一個一個來介紹 只是我覺得大致的方向是這個樣子 然後 呃 我的Limp是 35% 我的Race是35% 那我是從我70%裡面來做決定的 所以 我有時候拿AA 然後看到我那喜歡的花色 我有時候也是會Limp 那 那 有時候會Open 那我用這個方法來平衡我的 一半一半的小忙的Limp策略 你沒有看過那個 我以為那是超級標準的 麻煩網友把學費直接轉到大亨的帳上 如果說跨境結算有問題的話可以先轉給我 江湖一點絕說破不值錢 哈哈哈哈 而且真的是蠻長的 需要解釋一下 真的是 如果說 對 如果說把這些東西全部講得很明白的話 我覺得大人可能虧很多 而且也講不太晚 而且 大家也記不起來 這個 這有點複雜 而且 再加上個人的一些策略 對啊 好 現在我們看到場上兩個是一樣的牌 大亨剛才在這裡面其實講到了一些特別 完全是可以用來開課收費的一些內容 不小心透露太多 OK啦 這是先贈送啦 今天有看到有賺到了 那當然就是在將來的話呢 我們可能也會 大亨可能也會嘗試的去做一些教學 因為最近其實對這個MTT 我是蠻想收學生的 那 就是有個計畫 因為我覺得教學相長嘛 就是教學過程自己也會進步 讓自己更清楚一些東西 那只是最近真的是比較忙一點 是的 那就像我原來在撲克堡上面寫一些專欄 因為我裡面有一些語音專欄 那在寫專欄的過程當中的話呢 我為了保證說我寫出來 說出來的東西的話 是靠譜的不是亂講的 那我可能需要重新去計算 和重新去印證很多理論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然後才敢把這個東西寫進去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呢 其實也讓我本身自己得到了一些提高 對 那撲克有一個好的交流環境特別重要 我看尤其像這些德國軍團 大家彼此都一直被變強 對 經常他們互相在一起的話呢 會有很多的交流 那這些交流的話呢 不是說大家在坐在一起 互相瞎嗶嗶聊些有的沒有的 而是一些非常嚴肅的這種學術的交流 那這種氛圍的話呢 確實是可以讓所有參與的人 能夠得到很好的一些注意 那我們現在中國這樣的這個環境 中國排手這個群體的話呢 可能並沒有很好 那這個大家都是各自的去研究 需要一個領頭羊啊 是 其實我覺得趙薇、張揚他們就蠻適合的 對 算是指標性的人物 那其實我自己的話呢 也希望在這裡面能夠有創造一些更好的環境 那我又給自己做一波廣告 就是我在撲克堡上面 我們做了一個撲克堡的一個社區 就有點像BBS的一樣的一個東西 像朋友圈、微博一樣的一個功能 那所以在上面的話呢 大家可以在上面可以去發表一些自己的提問 當然也可以發表一些心情狀態 跟撲克有關的一些見聞事情 有趣聞都是沒問題的 那我們在上面能夠做很好的交流 尤其是在一些跟技術有關的這些帖子 那我們在上面的話呢 也會可以很充分的交流 關鍵是交流的時候 大家可以有流體的時候 可以互相可以展開討論 好 對 現在這張桌子, Steve O'Dryer,在槍口位,用A3的黑桃夾住,Dominic Nixie,在Button跟住,然後James選擇Squeeze as King,在小芒。 好,James成功收下這個底持。 好,這邊有人問說主播位置好跟位置壞要怎麼看? 那就要看那個防衛跟風水。 原來大航也是個玄學玩家。 好,其實在撲克這個遊戲裡面,位置越後面的越好。 那為什麼位置越後面的越好? 因為如果是你要先動作,所以你後面還有人,你不知道對方什麼排,可是在後面的人可以根據前面的動作來獲取多一點的資訊。 那譬如說他check,或者是他要下注,那通常,而且後面的位置的人,常常比前面位置的人可以多看到一張牌。 因為open racer,在絕大多數,如果你是open racer,代表一些比較強的牌,加注的時候,進了flop之後,在沒有位置的時候,95%的人都會check啦。 很少跳出來讓我們down bait了,有是有,可是很少。 所以你可以在後面控制著這一個牌局的節奏,你可以下注,你可以選擇check,你可以選擇bet,你可以隱藏很多你的牌力。 可是在前面的人很難隱藏牌力,因為他必須要有做動作,他check你也check,然後他還是不知道你有什麼。 那如果他下注你蓋牌,那你可能就是沒牌,可是他必須要下注才知道。 那所以如果你在後面,你也可以有牌check,你也可以在沒牌的時候下注。 可是他在沒位置的時候,他很難在沒牌的時候跟注,因為像下一張你再打他沒有位置的時候,他很難做決定。 所以這就是位置好與壞的差異性。 所以大家都會說在撲克桌上的籌碼跟錢是往你的左邊流動的。 因為你在沒有位置的狀況之下,你會比較容易輸給你的下夾,你的下夾對你會比較有優勢。 那這只是一個大致上粗略的解說,希望這可以幫助到你。 那朋友問說主播認識顏子鏡娃娃嗎? 那我跟娃娃非常熟,可以說非常熟。 那他是這個盧瓦嚕的官方解說,那可以說現在洪德發子在電競圈。 那娃娃呢,那個跟我呢也是滿熟。 那如果你也認識娃娃呢,幫我向娃娃問個好。 現在這個底池已經一萬四千三了。 那Dominic。 他是一個Queen High Miss。 會在這邊Blof all in嗎? 他放棄了。 所以Dominic現在是短碼。 他應該要進入3Blof all in,或是主動all in模式。 他只剩下13BB。 那且聽封贏。 對。 關於Pook堡的問題的話,就全權交給你來回答了。 對。 我說太多,等一下,我和主辦方說要找我要錢。 借機自入性行銷。 對,我這種自入廣告不可以太多。 偶爾來一嘴就行了。 我們看到我們有網友說IP和OOP區別太大了去了。 從這個能夠說IP和OOP,那就證明這位玩家是一個非常資深的德州普克玩家。 肯定是有一定的造詣。 否則就不會用這種IP和OOP來代表有位置和沒有位置。 在這裡,簡單的IP就是in position,也就是有位置。 OOP就是out of position,就是沒有位置。 好,我們剛才已經有網友在說我們解說點排面了。 我們這個網友肯定是今天剛剛來。 因為我們解說了一天的排面。 但是沒有關係,如果遇到精彩的排面的話,我們也不會錯過。 那現在排面的話呢是一個A10 Greenwood在Dealer Button做一個2500的Open。 那現在盲柱是去到了500億千。 那2500的Open,Steve O'Dryer在小盲位做一個3bet。 那這個3.5倍的3bet,挺好的。 我覺得這個Greenwood S10有可能跟他打完。 對,這個Lucas Greenwood,因為還是那樣,就是裝衛。 OK,All-In。 O'Dryer又是一個Easy Call。 對,那這邊是蠻有可能的All-In。 因為S10在Button算是一個小盲。 那我覺得Steve O'Dryer其實是挺幸運的。 對,蠻有快的。 拿到AA的時候A圈退了,拿到AA的時候A10退了。 好,那這個時候Lucas Greenwood, 有非常。 只有34%的勝率。 OK,現在還有。 有多了一些分。 還有一個3,一個5,還有一個2的機會。 是Chop,還有3張10的。 2,3,5,10。 Chop,Chop,Chop。 平分底持。 不錯,大難不死啊。 那,不才之木說Wawa海南賽進了獎勵圈。 對的,Wawa海南賽進入獎勵圈的那一天, 他跟我在同一張桌子上。 Wawa海南賽進入獎勵圈的那一天, 他跟我在同一張桌子上。 Wawa德州其實玩得還不錯。 有多了。 他也特別喜歡。 有人問到說, 贏力最多的職業排走是誰? 那,目前在今年公開大家所知道的贏力最多排走就是 Justine Bonomo。 那,他今年好像是贏了2500萬美金。 對。 2500萬美金是。 而且今年上半年而已喔。 對。 2500萬美金就是一億五千萬。 對啊,一個多億吧。 一個多億人民幣。 半年時間。 跟神一樣,真的是跟神一樣。 這很難超越他耶。 這感覺就是一座神廟處在自己臉前。 我覺得要超越他只有一個方法。 學短牌。 Triton的傳奇復活是唯一一個有機會。 你想想拿來那麼多那麼大的比賽。 對。 除非你每個Triton拿冠軍就可以啦。 Triton一個冠軍就好幾十萬。 你看五十萬的買入的第一名就有。 大概有四十萬美金。 那好像也是不太好追。 好,再贏個一滴水。 好,我們的MikitaFish2013。 他在小忙Limp了一個99。 那就像我講的,像譬如說我會選一個我喜歡的花色。 假設我是有,假設我選的是紅心。 我只要看到我的牌,在我那70%我要玩的那70%裡面。 我只要看到一張紅心,我就領。 那搞不好,我不確定他是有這種扯輪眉跟平衡方式不一樣。 有的人是看手錶,有的人是用花色。 我就覺得用花色比較方便。 要不然你每次一看手錶的時候。 人家知道你想幹嘛。 人家知道你想幹嘛。 那看手錶這個是哈林頓推薦給用戶的。 是嗎? 對,他在他的哈林頓On Hold'em上面的這個書裡面, 他就寫到大家怎麼去平衡。 就是看手錶。 就比方說你一半要蓋,一半要去。 那就看手錶的指針。 過了6,你就去。 沒過6,你就蓋掉。 那這一把我在想那個Dominic有可能會O-in,因為他中一隊了。 那阿劍在阿劍贏北京。 那你好阿劍。 我不知道這個你是不是我認識的阿劍。 那8月25號海南的比賽,那你說的應該是CPG了。 那CPG當然會如期舉行。 那白夜,這個現在我們已經說了三天的短牌的規則, 你還要讓我在解說長牌的時候跟你說短牌的規則嗎? 那麻煩你明天請早。 明天我們後面。 對,因為明天會有一場一百萬買入的短牌的比賽。 對,應該是說我們明天再跟你解釋。 對,明天再跟你解釋。 今天不解釋了。 明天請早以後。 今天我們大概解釋了大概十九遍。 明天我們會再好好的跟你們解釋。 好,我們Dominic出局了,德國幫的。 他也算是線上的曝克888的代表性人物。 好,我們現在看到另外我們現在轉過來的這張桌子。 David Peters拿到了Pocket Jet。 那,Greenwood在小盲是三bet的一個button位的open。 然後這邊David Peters選擇了四bet到三萬九。 哇。 那Greenwood, Greenwood在這個時候不可能會再繼續了。 那,在這個時候為什麼Pocket Jet可以打得那麼激進呢? 就是,我認為其實在這個時候的小盲位的squeeze的痕跡是特別的重。 就是因為open的位置很靠後, 那這個小盲位在這個時候的三bet的範圍會加大很多。 對,而且是在button會open之前前面也有入池的玩家。 那這個時候Pocket Jet是領先蠻多的這一類的範圍。 領先超多的。 對,所以他在這個時候並沒有慫。 Pocket Jet算是前3%的牌啦。 那這邊基本上Pocket Jet在這個位置中六人珠, 算是那次啦。 對,四bet以後他意味著其實Sam Greenwood在這個時候, 雖然他們兩馬量差不多啊, 這個時候對誰其實都會很有壓力。 那Peters這個時候有十幾萬, 他三bet完以後三萬九以後他剩下還九萬。 那Greenwood的話呢是應該跟他籌碼量差距不太大。 那其實他3B到這個size其實讓他蠻難受的。 是的。 推也不是。 推也不是。 更也不是。 這手牌的話呢就是我們可以在這裡學習到很多。 真的是只能蓋牌啦,除非這是短牌。 對,他要裝一下的啊。 對,他要裝一下的。 是啊。 還用掉了三個計時。 OK。 因為他馬上蓋牌就顯得他自己真的是沒有牌。 那我們解說了那麼久。 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解說席旁邊來了我們的 Briant! Briant王! 其實我們很希望Briant王能夠做到解說席跟大家聊一聊。 那Briant來到這個比賽。 其實Briant搞不好就會來支援我們的。 喔有可能。 哈哈哈哈。 有。 哈哈哈哈。 Briant有興趣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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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Briant也是大亨的前同事。 PokerStar最早期的亞洲簽約職業排手之一。 treçãolia 那我們的朋友問我說唉 هذا一個那這位朋友肯定是認識我。 但是你最好告诉我你是谁 说在海南再见到梦瑶 见到梦瑶怎么了 和你同桌好不好看 那你说呢 梦瑶肯定是一个大美女啊 对吧 那事实上梦瑶呢特别的nice 那我们如果说 有牌友在牌桌上面 见到梦瑶的话呢 都可以不用那么害羞 放心的可以跟梦瑶聊天 那梦瑶是一个特别nice的 一个影视圈的人 那一个美女的影星 那大家可能会 不知道梦瑶 有些不了解的话 不知道梦瑶拍过什么 梦瑶的话呢就拍过 澳门风云的一和二 女一号 对对这个我有看 那梦瑶跟我们也是 蛮熟悉的好朋友 那梦瑶过的那是神仙般的日子 全世界到处跑 最近又跑去tomorrowland tomorrowland跑去蹦迪 跑到比利时 tomorrowland就是全欧洲最大的电影party 好吧我们的网友白叶一直 孜孜不倦地在问短牌的规则呢 我们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下吧 那就跟你说一下吧 短牌呢就是去掉2345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在这里面在 现在短牌的话呢 有铜就是顺子比三条大 那铜花比葫芦大大家都知道了 那顺子比三条大 还有三条比顺子大 两个不同的规则 那这是我们的trytonholdem 也就是tryton传奇扑克的这个超级豪克赛 使用的短牌比赛规则呢 是顺子比三条大 那虽然说在实际的计算结果而言的话呢 是三条的成牌概率会难于顺子 顺子更容易成牌 但是因为这个概率差不了太多 那几乎很接近 所以在他们这个比赛的话呢 就选择后一种这个规则 就是顺子依然比三条大 然后最小的顺子是A6789 谢谢 然後有人問到撲克之心明星戰隊 這次有誰來參加比賽 那這次來了撲克明星戰隊的 是在Twitch當解說 我們的Nanonoko 那Nanonoko也是我以前的偶像 第一次出來打LIF 就拿下澳門APPT主賽事的冠軍 400多萬港幣 那他也是Pokestar上面的SNE 對 Supernova Elite 那SNE什麼意思呢 SNE就是Pokestar線上最牛逼的那幫人 最高等級 最高等級 七顆星 那我們有網友問說 撲克之心明星戰隊 這次有誰來參加比賽了嗎 那這個問題的話可以一會大亨來回答 但是我的理解是Pokestar的明星隊的成員 出去哪裡打什麼比賽都是要向公司申報的 對 那什麼樣的規則 等一下大亨會告訴大家 是不是有些比賽你們是不能打的當時 其實都是要 其實都可以打 比賽應該是都可以打 OK 只是如果一些宣傳的工作就不一定能做 OK 比如說解說 之類的 你可以幫Pokestar解說沒問題 對 幫Triton解說就有問題 對 可是如果去參加Triton的比賽 你貼著他不要上桌就沒有問題 就沒有問題 OK 他更希望你打 更希望你打 這個 因為畢竟有曝光 對 有曝光率 那熊貓你讓我回答什麼呢 這個彈幕跳得太快了 那豪克賽比賽完了嗎 我們現在在直播什麼呢 那豪克賽呢 現在 因為在整個Triton 豪克系列賽的話 是有 總共有五場吧 還是六場比賽 那我們剛剛 在前兩天 就從十萬買入的短牌比賽 五十萬買入的短牌比賽 在今天剛剛結束 那現在這是第三場 是五十萬買入的 六MAX的德州普克常規 德州普克的比賽 對 那這是今天的Day1 那明天會給大家繼續直播 Day2的比賽 那接下來呢 還會有一個一百萬買入的短牌比賽 豪克賽 然後最後一個賽事呢 就會在7月30號進行 是本次Triton超級豪克賽的主賽事 兩百萬港幣買入 好我們現在回到桌上 我們Greenwood中了一個非常強的牌 有一個TOPHEAR 帶一個NATS 那應該這邊下注 應該大家都沒辦法抵抗 那有那些網友一直在問說 普克寶能不能玩牌 那麻煩你下載一個不就知道了嗎 對 今年國內贏的獎金最多的人是誰 那從目前看 朱耀奇吧 就是贏了WSO OK 有可能是 對 那如果說是長期在國內的玩家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張維一 喔 今年還贏很多嗎 對 他今年上半年挺牛逼的 嗯 就是 上次還有一個 這個豪克賽進入到Head Cup好像是 對 那其他的玩家 就 沒有去做一個仔細的統計 那張維一的話呢 也是我們Running Shark的隊友 我們其實有一個 組了一個戰隊叫Running Shark 奔跑吧 殺魚 那我們的隊友呢 也是在國內 都紛紛獲得很好的成績 那隊長呢 是 煩濤 有 認識煩濤的嗎 我們看到Alton 其實今天的比賽並不是很順 對 對 他從我們看開解說到現在 其實 沒有收過一把特別像樣的底石 那我看Sam Greenwood的話呢 會 可以說也是順風順水 只有在剛剛用一個 Jack Queen的紅心做了一個三bet擠壓以後 遇到了David Peters 他就在大門擠壓以後 做了一個四bet的載擠壓 好我們看另外一桌 感覺又來了一個 也是我早期的偶像 Patrick Antonio 他也是我早期打撲克的偶像 他也是我早期打撲克的偶像 那有印象是很深刻的是 那有印象是很深刻的是 在2016年我去EPT 跟他同桌主賽事的Day2 我有大概六十幾個大忙 我一個Said 被他 被他買花就直接跟我打完 然後我就被買中 不是那個 Patrick Antonio Patrick Antonio 他以前好像是網球選手 Patrick Antonio 他原來是西洋雙路棋的 是嗎 他有打網球吧 那不確定 但是我知道他是西洋雙路棋的準職業選手 然後非常聰明 那我第一次見到他真人是在馬尼拉 就是在馬尼拉的那次比賽 那我們的網友說 看來 等一下 好 是 是 因為是 你最後問了那一句以後 我才決定回答你的 哈哈 你好 不會痛的魚 那不會痛的魚 從百磚發來賀店 那 麻煩 上一盤小龍蝦 謝謝 哈哈 那我們 朋友說 波賽東說 昨天張偉一在成都跑跑打比賽 張偉一真的是蠻厲害的 張偉一是 爐石傳說 也很厲害 對 他的爐石是可以說打到最高級別 對啊 那爐石我至今沒有下載過 哈哈 我有玩可是 就一直打不上去 沒這個天分 我打電動都是消遣 我覺得我電動是打蠻爛的 常常就當了一個豬隊友 哈哈 那最近最火的遊戲 就是吃雞 啊 對吃雞 那我是一個躺雞選手 哈哈 那我們看到 阿烏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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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唸曾嗎 應該是姓曾 香港的曾好像就是這麼翻譯的 David Peter 抵抗一個二七 就是 粵語的曾 唸 髒 不是骯髒的髒 他們的盲住抵抗真的是出乎我想像而多 所以我在想說這個是不是其實撲克的潮流 尤其是在大門位可能要抵抗非常多 而且我上次在APPT的時候 跟Sparrow 我們正好上下桌 在... OK Sorry 那我跟Sparrow在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就會認為應該在大門位防守非常寬 OK 那我原本以前為防守非常寬 可是我最近試著防守少一點 然後我就進步了 是嗎 我的成績就變好了 所以... 所以... 撲克的這個策略確實還是一直在進步 一直在不斷地更替 可能我覺得每個人每個人適合的方式 那我覺得我可能抵抗這麼多 我覺得我... 我以前一直以來都是抵抗很多的 結果後來發現... 其實後來怎麼樣去... 你有沒有發現你曾經拿27雜話在大門位抵抗我 27雜話好像有 然後我是H Queen 好像有 然後Track Race 我忘記了 所以我覺得抵抗太多了 那會產生很多問題 那... 我後來是怎麼樣去... 呃... 去... 來找出這個問題呢 來教大家一個小... 喔... PayPal是台語 就是小... 技巧 那這個技巧是什麼呢 呃... 其實... 在網上打一些網路撲克 會有一些輔助軟體 像Holder Manager 一些東西 那... 我試著把我大滿玩的所有手牌拿出來看 我看我什麼牌輸最多 我就不玩了 那... 什麼牌會贏利 或是輸少一點 那我可能就會玩 那我把我輸最多的手牌 我就把它拿掉 所以我現在大滿 就不會抵抗 像以前這麼的誇張 那當然 除非我第一個 會有先取的條件啊 我籌碼很多 或者是對手很弱 那我可能會比我的中心線 再抵抗多一點點 所以我現在中心線都是比較緊的 好像表情透露出我的資訊 這樣大家以後跟我同座 會不會一直偷我 那... 你會調整的嗎 嗯 所以就在打撲克的時候 我們除了要每天要打牌以外 我們還要經常跟同好去交流 去把自己打過的牌去拿出來覆盤 這樣的話呢 可以不斷地找到自己更好的一些策略 包括找到一些漏洞 怎麼去彌補 然後就像大亨剛剛說 他就是通過一些這種 撲克的數據跟蹤軟件 找到了自己在某一些位置的一些 一些所謂的漏洞 看看自己什麼位置 什麼牌輸最多 那就掃完那些牌了 有一段時間 我在HolderManager上面 我跟蹤了自己 大概兩萬手牌 然後我發現我的紅線就很... 很高 一直在bluff 對 然後我的藍線就有點不怎麼好 對 因為我bluff很多 所以我需要可能 開一些 開蠻多的一些牌 所以你變成說 被人value的次數也會多一些 那我像我之前在Pokestar的數據 我打那個... 我以前是打Pokestar 一塊兩塊 一百萬手 BB100 0.7 平均一百手我只贏了0.7個大馬 0.7個大馬 那感覺就是一個 RB玩家 Grinder Grinder 沒輸沒贏 然後靠賺退水 對 單純打水 一年大概打了4.5個Supernova OK 4.5個Supernova 然後之後 反水一年大概有 可能 兩三萬刀吧 你是多少個Supernova 可以打到SNE啊 10個 4.5個 可以一年內打到 對 我知道啊 所以你需要 其實你要麼就把局打大一點 捉開多一點 對 但是我現在能處理的話 就最多 我試過最多18桌 同時18桌 然後再多 我有點搞不來 對 我也是差不多8桌左右 像如果我用筆電的話 我大概會打6桌 那如果我有接螢幕的話 大概打9桌吧 Zoom的話 我試過用Zoom打3桌 所以我都打4桌 對 打4桌OK啊 打4桌 要快一點啊 其實打4桌 也會有點忙不過來 對 可能你要配合鍵盤那種快捷鍵 對 右鍵蓋牌 對 好 我們這邊 我們的Greenwood 開啟了Pocket Jacks 那我們的曾先生 抵抗了一個5七銅花 那他有一個後門花座 那我覺得 他是可以扣Seabait的 那我覺得 勾勾在這邊 我覺得可以不用Seabait 就像我剛剛有一把牌 跟觀眾講過 就比較大的 Overpair 比較不用擔心被操車太多 一些在這種A-high的Pole上面 我覺得不一定要Seabait 那你把底池控制下來的時候 你還是 非常容易的能夠打到攤牌 那如果說這時候Seabait完以後 對手有一些其他的動作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你會被迫 或蓋掉某一些本來有 開牌價值的手牌 那準備一張Ace 那我覺得這邊的JJ 我覺得會是一個Check 然後來抓他Rever的Blove 對 那如果要Rever check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來個Value bet 那當然Greenwood 當然如果換個角度講 Greenwood會知道對手 現在有Ace的機會很小了 因為已經上面開出兩張Ace 那他忙著抵抗的 會覺得比較鬆 那他這個過牌的話呢 如果對手合牌不打 他就會合牌駕駛 如果對手合牌打的話呢 他就會跟住 那這張黑桃6 我覺得他的 我覺得5-7應該會Check啦 對 因為對方 Greenwood還是會有一些King Queen 有一些Miss的牌 是的 一些Blaway沒有中的牌 對 所以他的5-7還是有點修張Value 記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疊牌上面 少偷機 是的 因為疊牌上面 人家會跟更多的東西 因為 組合變少了 所以疊牌上面 盡量少去偷機 你看在這種狀況下 五配就在想要不要跟了 你看如果這把是沒有疊牌 反正那張S 隨便換一張 換成個什麼9啊 什麼8啊 什麼Q啊 這個5 一秒就蓋了 可是這樣五配就有點想要抓 這就是我說疊牌比較偷襲 對 和在轉牌,後衛過牌的時候 在Alton的角度來看的話 對手可能是一個有收單 或者是有free draw的這個牌力的 這個 手牌範圍 那盒牌一張六對手打出來 所以其實在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像這些大神級的牌手 他們完全有能力在盒牌用很多 其實在大家看來僅僅有收當價值的牌去做一些很薄的一些架子下注 所謂的Fing Value 我們現在聽到現場是說在最後三把牌 我們有網友說暗和綠茶的南野 說居然直播是真人解說 不好意思 你猜錯了 我們兩個是充氣娃娃 我們是人工智能 彼岸焦花是一個認識我的朋友 說成為我們的隊友排零一年 目前最舒適 勝率較高 那我們現在 我們的隊友都是比較多打錦標賽的玩家 而且我不是隊長 抱歉 好 到時候可以跟我們多交流交流 好現在我們看到 詹姆斯一個 他配 然後 尾德萊爾中到龍來的Fullhouse 那 感覺 尾德萊爾在一個chap他 說錯不好意思 James中了一個Full House 是我把兩個人判將反 Odryer的Ripper抓機 今天好像不怎麼順利 兩個人都蠻能扛的 這兩個打的感覺虎耀味蠻重的 兩個人打來打去這樣 那James在這手牌打完以後 他的馬量就去到有相近10萬 算是一個Double Up 那他現在10萬肯定是在軍馬以上 現在是Retman D1結束了 Oh my god 好我們現在剛剛聽到現場的宣布是最後三把牌 OK 那看來我們今天不需要像昨天一樣解說12個小時 我們有網友問說 撲克迷和豆排TB哪個權威一點 那我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你喜歡哪個就聽哪個 我們看到Patrick Antonio 那也是很多女排手的這個男神 他真的帥 我老婆也覺得他很帥 而且他這個身材也很好 那有朋友說大亨你在油管出點視頻看看 油管是什麼YouTube YouTube 然後看到你是Ryan Wu那邊有你出鏡 什麼意思 Ryan Wu是之前Raymond的學生 那我有跟他上過一些課 那也算是我錄Online的最一開始的期目 他原來是不是在叫什麼 有一個叫什麼Poker Strategy上面的一個 好像是啊 應該跟Raymond一起的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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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曾先生是不是稍微有一點衝動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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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о 好 好 好 那真的 是 我沒打過 mnie 大家好 極 那其實我們在澳門也打過一些大概十萬左右級別的 就是只有這種級別以下才適合我的 那這樣的這些比賽打下來的話呢 當然我們不能說吹牛逼說自己沒有什麼太大的劣勢 但是就從對局的結果看的話呢 這些大神們呢他們也不是說一點戰勝的機會都沒有 那德州撲克確實特點也是給所有人都會有一些機會 那我們身邊的也有一些朋友 在跟這些大神們對抗的時候也能夠有所見術吧 那我們現在看到 John Joanda 這每一張桌子帳都是大神耶 都是一個能獨當一面的 這就是PatrickAntonio OK那現在現場已經在分袋子了 那他們裝完袋子以後 今天我們這個直播就會結束 9個小時 2點半我們繼續回到直播桌前 這樣感覺好像回去可以打個錦標賽 打一下一下打看我們Turbo的比賽 打他沒救了 哈哈哈哈 John Joanda是印尼的華裔 中文說得非常好 那John Joanda呢是可以說老派的 他們很多人喜歡用old school new school來形容這些玩家 那如果說John Joanda是一個準old school的話 他進化的還是非常快的 那現在的他的去打這些超高額的比賽的話呢 他對於新一代的這些年輕的排手的話呢 他也沒有露下風 那包括Eric Seidel 都是一些老派排手 現在依然能夠非常穩定的出成績的 這邊James Chen 在另外一張桌子還在長 現在Sam Greenwood 有120個大盲 然後還剩下14個玩家 有69個大盲 紅桌比較平均 然後黑桌的Steven Chickwick 是70個大盲 那現在最小的 最短的籌碼是John Joanda 是22個大盲 那他們會帶著這些籌碼 進入到明天的Day2的賽事 美國有4多的 目前為止 政府有4個大盲 做得不少 好 有4個大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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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5個大盲 有4個大盲 有4個大盲 有4個大盲